好 今天來保養車子 然後帶著手機裡面的NP3出來聽 然後聽到一篇盧書偉老師的演講 我覺得蠻好的 他說要讓中國大陸成為未來長久有競爭力的國家 其實要重視的就是品德教育的養成 那品德和競爭力到底有什麼關係 大陸有很多不孝企業製造出很多黑心的產品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 大陸生產出來的食品都要很小心謹慎 非到萬不得已絕不會購買大陸製造的產品 因為品德影響品質 品德不夠好品質就不會好 所以要讓中國未來真正能夠成為有競爭力的國家 能夠影響並領導全世界命運的國家 就要從品德開始 沒有品德中國未來再怎麼強都是有限的 甚至於在未來強盛的過程中 對世界可能是負面的危害或大於正面的影響 如果你覺得這個觀念是老掉的觀念 但是你能夠非常認同的話 請你按個讚 那到底什麼是重要的品德 這個盧索偉老師他有講到說 重要的品德他其實包含第一個誠實 什麼叫誠實呢 其實我們會發現現在的社會有很多人 都不是很誠實 可是他也賺很多錢啊 很多企業也是什麼逃漏稅啊 還是做什麼不法的事情啊 他還是賺很多錢啊 但是這個 在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下誠實的定義是什麼 所謂誠實就是說 你的內外在一致 就是你的說的和你做的事情是一致的 那你的內心就會 比較寧靜和諧 不會有衝突 那你就會有好的EQ 能夠承受很大的壓力 那你的內在的能量就會很充足 所以誠實是一種內在的修煉 誠實是忠於你自己 然後具有很強大的執行力 為自己的夢想而堅持達成的決心 為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去付出努力 而不是說只是想然後不想去做 那就是對自己說謊 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邊講誠實的定義 只要你的內心是很寧靜和諧的 你就能夠發揮很大的力量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講的是正直 那你會想說 啊又是老掉牙的東西 正直這個跟誠實很像 那在潛能開發的內在動力裡面啊 如果你不夠正直的話 那你自己就會和自己的內心衝突 所以它跟誠實很像 一旦你不誠實不正直的時候 你的內心衝突會很大 這很大呢是一種負能量 這種負能量會導致你做事情容易失敗 而且會很過意不去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去充分發揮你的內在能量 那這個其實和社會道德沒有關係啊 如果你要求自己做到的程度越來越高的話 那你得到的生命品質就會越來越好 生命的品質就會越來越好 那自然而然你做出來的事情 就會很有高的品質 所以這個我們就講說誠實跟正直 它可以幫助你的內在力量 內在能量是非常強大的 那你就可以做出很好的東西 你做事的品質就會很好 第三個我們講的是愛心 對愛心就是你對別人有關懷的心 然後你不斷的告訴自己 願意提升自己的能量 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別人 因為你想要幫助別人 所以你就會強迫去提升你自己的能力 那自己給自己承諾就會開啟自我潛意識的能量庫 開啟自我潛意識的能量庫 那我們會不斷的產生勇氣去實踐你的夢想 如果一個企業他只 就是說如果一個企業啊 他只看到錢啊 看到績效啊 看到利潤啊 他從來沒有從善的角度去出發 沒有去想自己做的事情 對這個世界到底有什麼貢獻 那內心是沒有愛的 做出來的產品就不會有好的品質 那就更不會有競爭力 如果我們來講一個業務員好了 如果一個業務員他沒有愛 那人家一看到你就討厭你 一看到你就排斥你 一看到你就拒絕你 你不能被人家接受 那你還能夠做什麼業務 怎麼去推銷產品 所以啊 不要小看這些道德 這確實和競爭力是息息相關的 每個人都有良知 你賣的東西如果對人類是不好的 你即使賺再多的錢 你內心的煎熬是很幸福的 我騙了 真的在後面 那你這生都不會快樂 其實要幸福也不容易 淺能要被激發一定要有動機 而誠實、正直和愛心 就是每個人內在 每個人的內心與生俱來的正能量 有這樣的正能量 你做事就會有動力 你動力往前走 愛心 好 今天就是我聽到這個演講的內容 我覺得蠻好的跟大家分享 我說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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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